新闻来源夜谈财经 全世界都希望中国人消费 14亿人的市场一旦发动起来 中国乃至全球产能过剩的难题将迎刃而解 可如果内需不能有效崛起 当如何是好 收入预期叠加资产价格预期 以及相对保守的消费文化综合在一起 似乎让消费日趋保守 无论怎么刺激 大家都以咬菜根的精神为未来存钱 内循环稍显疲弱的时候 打通外循环也是一条出路 目前多数人对外循环的理解停留在国内生产 国外消费这条线路上 吸引外资也是站在在中国投产的角度 以吸引投资形成产能 这样的外循环总感觉缺点什么 1.日本不仅旅游立国成功 投资立国也成功了 最近看到一个数据 让我对什么是外循环产生新思考 8月26日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字显示 2024年上半年 日本经常项目收支 实现了12.6817万亿日元的顺差 同比增长59.2% 12.6817万亿日元的顺差规模 为日本同期第二高 让人吃惊的是 日本并非靠商品 服务贸易取得这一成绩 凭借的是海外投资 据日经中文网的统计 2024年上半年 反映日本投资收益的第一次 所得收支顺差增长了10% 达到了创纪录的19.1969万亿日元 考虑到前7个月 日本在商品 服务贸易等项目上均为逆差 可以说 日本海外投资 以一己之力 拉动整个经常项目 成为顺差 2024年 全球公认 日本旅游立国非常成功 从投资角度看 日本投资立国也已经成功了 甚至可以说 日本不再是贸易立国 而是蜕变为投资立国 很多人对日本外循环的理解 还停留在传统贸易方式上 即产品出口 赚取顺差 其实 日本今非昔比 自从疫情以来 日本在传统贸易上连续四年逆差 从更长的周期来看 自从2004年以后 海外直接投资 就一直是日本对外盈利的主要方式 2012年之后 直投模式几乎主导了日本的对外盈利 2024年 趋势在加强 根据日本财务省8月21日公布的数据 2024年7月 日本贸易逆差 扩大到6218亿 其中主要逆差来源是中国 逆差在日语里是赤字 顺差或者盈利被称为是黑字 据日本财务省数据 日本赤字主要来源地是中国 美国 欧盟 其中中美两国差不多 2024年7月 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6385亿日元 对美国是7686亿日元 我们总会在新闻上看到 日本向中国出口半导体 机床等产品增速加快 不少人会误以为 中国对日本货物贸易 还是逆差 其实不然 类似家电这种商品 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速非常快 和美国一样 日本普通商品流行 Made in China 最近我们团队去日本 发现很多做工精密的商品 实则来自中国 站在日本的角度 不再依赖商品出口 不再依赖日本制造 K字从哪来呢 投资 据日经中文网的数据 19万亿的投资盈余 主要来源于两方面 一是海外子公司分红 这部分的规模为11.4万亿 同比增长4.5% 二是股票 债券投资 这部分前7个月 日本一共赚了7.12万亿 同比增速为20% 据星夜证券统计 日本在海外的投资收益率 一直非常高 长期位列全球主要国家 或地区前列 2015年以后 日本几乎蝉联 全球海外投资 最会的国家 投资收益率 数一数二 二 国内工业品利润率是零 拓展海外才能生存 为什么要提日本的海外投资 因为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 因为中国的现状 哪哪都需要钱 全民养老需要钱 全民医保需要钱 最近连房屋养老钱 好像都不够了 即便能印钱 能发债 终归需要靠获取正收益 来覆盖开支 否则就是通胀 后果不堪设想 但以目前国内产业的盈利情况 以及楼市和股市的状态 赚钱二字已经有点陌生 据8月25日 全国乘用车 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树东 在其公众号的文章 2024年中国工业品的利润率竟然失灵 全球其他地方 最差的也有2% 欧美日等国大多在5%以上 其实不止工业品 在绝大多数行业中 我们的利润率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这样的表现 一方面是供给侧再卷 另一方面是需求侧疲软 内循环困难 外循环就显得格外重要 但正如文章开头说 外循环如果还是维持老模式 单纯靠商品出口 遇到的壁垒会越来越高 几乎每天都有关税新闻 某某国家针对中国某种商品加征关税 或者设置壁垒 无论欧美还是东南亚 拉美 担心本国产业被冲击 担心这 担心那 这已经成为中国商品出海的最大掣肘 各国高筑强之时 我们必须思考 外循环是不是可以更和谐 让彼此更融洽 否则阻力太大 很难推进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 海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 日本获得了收益 弥补了老龄 内需不足造成的困扰 被投资地 因为日本带来的资金和技术 发展了经济 解决了就业 双方皆大欢喜 据日经中文网2023年底的文章 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收益 有一半会以再投资的方式继续深耕海外 剩下的一半则会流到日本国内 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日本海外投资的源头和日美贸易摩擦期间 日本政府设定的黑字环流政策关系密切 20世纪80年代中期 也就是美日贸易摩擦最严重的时候 当时日本大藏省制定了黑字环流计划 希望通过设立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 将贸易盈于国内资本以贷款等方式借出去 从而减少贸易顺差 改善对外关系 除了外部因素 日本政府当时推动黑字环流 更主要是考虑到日本老龄化之后 国内投资收益率存在长期下行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美日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升值为契机 大藏省顺势推出黑字环流计划 从此 日本开始从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过渡 据金融研究动态 2013年第12期文章 日本黑字环流经验对我国发展海外贷款 推动人民币境外使用的启示 黑字环流的措施主要如下 大藏省公布黑字计划 实际操盘手主要是日本海外经济 协力基金 日本贸易振兴会等机构 在金融政策上 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是主要角色机构 当时 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 给出的借款条件非常优越 当时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5% 黑字计划对外借款的利率 一般在2.5%至3.5% 且偿还期为30年 在很多贷款中 都有赠予不用返还的部分 比例一般不低于25% 这些措施 对日本资金走出去 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日本资金也不是傻白甜 贷款除了考量回报率之外 还有不少附加条款 比如要购买日本企业设备 为了降低日本企业的投资风险 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 还和日本私人企业共同持股 组建了日本国际发展组织 对高风险项目投资 给予支持 日本政府启动黑字计划 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 就是拉动私人投资 对外输出资本 政府的职能 更多是牵头 引导 据金融研究动态 2013年第12期这篇文章 黑字环流贷款资金 70%来源于私人资金 30%是政府资金 政府资金部分 应对2.5%到3%的借款利率 是最低成本的资金 南方周末 2024年7月23日 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 认为日本贸易振兴会 作为重要政府机构 在日本海外投资方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机构 常年有几百人驻派在海外 进行海外调查 搜集各种经济信息 给日本企业提供 全方位的经贸信息和服务 一方面政府出现引导 一方面做好事前 准备工作事后分析 日本企业出海 可谓享受到了保姆级待遇 政府铺好路 在产业层面 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 往往形成一种 和谐的共生关系 大家一起开拓海外市场 共同赚钱 共担风险 这样抱团的结果是 一直到今天为止 日本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关系 都比较融洽 丰田等巨头 会留足利润给小企业 扶持小企业 做大做强 2023年9月19号 界面新闻发表文章 介绍了一家神秘的 日本契配巨头 企业电装 即使在业内 电装公司也被称为 最神秘的门派 他们鲜少主动宣传 高层很少接受采访 甚至产品布贴商标 公司的特点就是 少说话 多干事 多年的配套身份 让他们形成了独特的企业个性 也养成了为下游多服务的 口碑优势 这家淹没在大众事业中的公司 是汽车零配件领域中的巨恶 美国汽车新闻对外发布的 2023年 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百强榜显示 电装公司 以479亿美元的营收 直逼博士 504.56亿美元 名列榜单第二位 在日本 经济界有一种说法 如果丰田是日本车企中的太阳 那么电装就是太阳黑子 电装跟着丰田等日本车企 凭借跟博士等公司的技术合作 走遍全球 黑四计划起头之后 日本海外投资 如雨后春笋 在全球落地生根 发芽结果 1999年 柯王谷泡沫 曾经一度冲击日本海外投资 但大趋势没有变 2011年 福岛河泄露之后 日本加速海外布局 2000年以来 日本海外直接投资 增长了六倍 截至2023年 日本已连续32年 保持为全球最大净债全国 日本海外投资时间如此之长 带来的变化非常显著 2024年5月28日 日本财务省公布了日本最新的对外净资产的数字 到2023年底为止 日本在海外的净资产为471.3万亿日元 比2022年底增加了51万亿日元 增幅为12.2% 2021年 日本海外净资产的规模 占到GDP的75% 2023年这一数字 攀升到80% 有一点很有意思 日本财务省能够获得 日本海外净资产的准确数字 无论这个口径里存在多少漏网之余 但大数上能够统计到如此地步 已是难得 这和当初日本政府主导的黑字计划 主动引导私营企业走出去有关 另外 据民生证券统计 1997财年 日本海外子公司营业收入 占总公司收入比重为37.5% 截至2020财年 海外子公司营业收入 已达到总公司营业收入的69.3% 占比几乎翻了一倍 大量可以统计的国民财富 在海外为本国创造收益 意味着看待日本财富的方式 不应该简单用GDP 而应该用GNI 所谓GNI 即一国居民或企业的总收入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算 根据民生证券的统计 日本是全球GNI和GDP差距最大的国家 和日本类似 另一个制造业大国德国 同样是海外资产 创造了巨大财富 导致GNI和GDP之间的差值较大 德国海外投资扩张时 稍早于日本 从1981年开始 便加速在全球布局 据中泰证券统计 1981至1989年 德国直接对外投资 年平均复合增速 高达12.2% 和日本一样 广场协议升值 加速了德国对外投资 1990年柏林墙倒塌 让德国对外投资增速 达到历史巅峰 一年增长155% 2000年之后 德国对外投资 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2000年到2022年这22年 对外投资平均复合增速 为6.5% 有意思的是 德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占GDP的比重 和日本相差无几 据中泰证券的统计 截至2022年 德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占GDP的比重 为47% 日本为46% 非常接近 三 换一种思路 海阔天空 同样是制造业大国 同样有充足的资本 可以对外输出 德国和日本 走过的成功之路 值得借鉴 单算经济账 走出去的公司 已经在用实际结果 告诉我们外循环的好处 2024年3月 中国贸诉会发布 2023年度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 及意向调查报告 超过九成企业 看好对外投资前景 看好的理由很简单 投资回报率高 据2023年度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 及意向调查报告 海外投资 企业反馈 投资利润率超过5%的占比 竟然超过80% 和德国海外投资中制造业占比 超过80%不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并非制造业 而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据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公报 截至2022年 租赁和商服对外投资 存量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 远高于制造业的 2680亿美元 中国最强的是制造业 但对外投资制造业总规模 远远低于服务业 似乎有点反常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也许进一步说明 中国外循环仍然处于中国制造 出口海外这一传统模式 当然 也有可能是统计本身 没有囊括全面数据 在8月24日的谈起条里 我们曾经写过如下内容 广发证券的研究显示 由于中国资本账户并未开放 缺乏直接观察资金流出的渠道 因此通过实物贸易顺差和外汇 占款之间的差额 是判断资金流向的一个窗口 2018年以来 我国实物贸易顺差占GDP比例持续上升 但这一顺差 既为形成外汇占款的增长 也为增加国内外币存款规模 换句话说 贸易上赚的钱去别的地方了 规模是多少 根据同花顺数据 从2021年到2024年6月 为结会的实物贸易 服务贸易反常增长 金融账户三个渠道 分别流出4.2万亿元 4万亿元 6.9万亿元 合计流出15.2万亿元 15.2万亿什么概念 根据外管局的数据 截至2023年末 中国对外净资产为2.8万亿美元 直接投资资产为2.9万亿美元 15.2万亿 相当于2023年末 中国对外净资产 直接投资资产的75% 按永分析外管局的数据 过去三年 也就是2021年到2023年 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一直在1450亿美元左右 没怎么掉 也没怎么涨 每年1450亿美元 连续三年 大概是3万亿人民币 3万亿人民币 也就相当于广发证券 测算资金一年的流量 无论怎么算 都没有办法把可统计 对外投资资金 和广发的统计对上好 到底这些钱 在海外涨出了什么花 接出了什么果 很难查证 不过 至少说明一点 大量资金被海外收益率感召 正主动寻求海外布局 和日本德国不同 我们从来没有光明正大 提过投资立国 反而总是担心资本问题 资本好像洪水猛兽 谈虎色变 可如今的情况 资本走出去 确实更有利可图 从减少摩擦的角度 能够化解一些贸易风险 甚至创造经济共生局面 更进一步 与其让那些想走出去的资金 通过扬长小道 偷偷摸摸出去 倒不如借鉴日本的方式 由政府发动 在政府掌握下 大大方方抱团取暖 把每年赚的钱 通过可统计路径 拿回来50% 对养老 消费 医疗大有帮助 这里提供一个我们调研的小案例 8月12日 在写一线城市消费下滑的时候 我们发现福建的情况非常好 当时我们根据公开数据分析 认为当地财产性收入好 企业盈利能力强等因素 是造就福建消费 远好于全国的原因 文章发出后 后台有人给我们留言 说 这几年在海外或者生意 在海外的福建乡民 把海外赚的钱 转回国内消费 才是福建消费的背后推手 机缘巧合 这两天 我们和一位做进出口贸易的朋友聊天 他同样谈到 福建人在海外挣钱 在国内消费 是普遍现象 如果福建情况属实 不视为一种破局之路 起码让人看到 未来经济的无限可能性